鲍鱼炆鸡是一个接配菜 鸡的鲍鱼味 鲍鱼的鲍鱼味 非常香 这是25头的中东鲍 口感非常软滑 配上250头的羊肝三黄走地鸡 鸡煎至金黄为止 把姜片爆香 然后开始放鸡 把鸡鱼炒香 然后加入鲍鱼汁炆 然后放五彩椒 葱头 然后把鲍鱼放在一起炆 再淋上鲍鱼汁 再盖上鲍鱼 炆10分钟 鲍鱼炆鸡大功告成 好香 茶餐厅的豆腐火烂煲 芝粥和豆腐吸了酱汁 非常好送饭 Hello 我是Steph 乱豆腐放下去 不要动它 加多一点油 煎至定型再反转 浸过的花菇 先看干水分 加些油爆香些葱蒜 轮到性感的火烂出场 说实话 为何是男人的浪漫呢? 调味用蠔油 生抽老抽和砂糖 炒均匀放入少少热水 加上酥味的豆腐枝粥 让它们互相认识下 小火烤5分钟 收汁打个芡 男人的浪漫就是这么简单 肥味的腩肉 特别甘香 枝粥一定要放好正 啪啪水库大鱼头 一定水都不用加 焦坑得来好嫩滑 Hello 我是Steph 鱼头想入味 又不会煮到水汪汪 就要印干水分了 这里半个鱼头已经一斤重了 用屏幕的啪啪酱 腌它20分钟 先记得叫鼻鼠抹下 你们有没有试过做啪啪煲 焦了底 因为这里的油放少了 爆香的姜蒜干葱 沙姜要拍烂它才放下去 鱼头平铺 摘起身就很难熟了 淋两圈酒 中细火煮5分钟 哇好香啊 加葱和芹菜淋酒 要大火焗多30秒 哇逼出香味 沙姜和干葱 摘出来真是歪歪的 记得要趁热吃 姜葱炒牛肉 想不到姜葱炒出来那么好吃 口感嫩滑又入味 Hello 我是Steph 买牛肉可以选择屏幕写的部位 想吃起身嫩滑 不要加盐 加生抽 蚝油 砂糖 白胡椒粉 最紧要是生粉水 炸它一分钟 吸收水分 再放油 腌20分钟 加多一点油 薑条切粗一点 炒香之后 放入蒜和葱白 牛肉放进去 不用急着 铺平它 煎一煎先 重点来了 炒到它的肉 还有少少粉红色 提前准备 蠔油 水 生粉 分两次倒进去 一路倒一路炒均 放入葱绿 炒均 家人不问 为何就这样炒都那么好吃 因为姜葱和牛肉 真的好搭 记得要趁热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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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会 сильно造成 巧克力 年夜饭第六道菜 鱼香茄子 首先將茄子切成細條 這樣煮出來才容易入味 加入清水和鹽泡震一下 這樣茄子不容易變黑 拿乾水分之後再用半煎炸的方法 炸到金黃色就可以撈起了 沙鍋先將肉碎炒熟 加入薑蔥蒜 好吃的關鍵就是這一包鱼香醬料 它還可以用來做鱼香肉絲 鱼香雞鼻菇都非常好吃 炒出醬香味之後 再可以倒入茄子攪勻 蓋好蓋用小火煮5分鐘 最後給點青紅椒點綴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這麼辛苦都看到這裡 給點讚我先走 行不行 芋頭糕很多人都喜歡吃的 但是能做成功的人就很少 我以前也做失敗過 掌握了方法後就覺得很容易了 廣州花都的芋頭很好吃的 我喜歡把它切成一粒粒的 比較有口感 倒半包做芋頭糕的專用粉 加320克的冷水攪勻 2塊錢的五花肉炒香 放泡好的蝦米搖住 臘腸跟冬菇粒 通通炒香後加切好的芋頭 炒勻後加鹽跟白糖 還有五香粉 炒到半熟的時候 加100克清水 再加兩勺剛剛調好的米漿下去煮 煮到這樣的粘稠狀 要趁熱的時候 快速的倒入到剛剛的米漿中 少了這一步就真的做不成功 加點花生進去也很好吃的 蒸盤上四周要刷上油 再倒漿上去 水燒開上鍋這20分鐘 撒上芝麻跟蔥花 等完全冷了後 再脫模出來切成塊 切好可以直接吃 煎一下就會更好吃 看到這裡肯定學會了吧 連夜飯第三道菜 連連有餘 首先用切好的芽帶魚 加入薑蔥 花椒 米酒 再加點鹽 胡椒粉 攪勻它醃它10分鐘 好吃鬆脆的關鍵 就是加入一隻雞蛋 和這包炸東西很鬆脆的專用粉 加入半碗清水 弄到它稀稀的 好像這樣 再加點油 這樣炸出來更鬆脆 筷子放入油 有少少泡泡 這樣就代表五成油溫 最適合就拿來炸這個牙帶魚 每天都費盡心思地教大家做菜 只是希望你給個點讚鼓勵一下 非常感謝 用中火炸它四五分鐘 鬆脆就可以撈起了 家小朋友腸胃不適 老公應酒過多 這個湯你記得收藏好 抄過水的芝菇 玉米、紅蘿蔔、乾杯 加上兩塊鏡片 一次性倒入三泉水下去 扣蓋大火煲滾前小火煲過三十分鐘 跟著開蓋 給了一些竹生下去 一起煲過十五分鐘 最後加入記得九雞和鹽條味就可以了 竹生行有豐富的胺基酸元素 和多種微量元素 能夠有效增強人體免熱力 記得收藏好 最近天氣一轉涼 我女兒說很想吃煲仔飯 好了 今晚就做一個臘腸排骨飯給她 首先將半肥瘦的臘腸切片 排骨放豆豉、山抽、蠔油、三粉 醃它十分鐘 有很多人說不懂調這個煲仔飯豉油 我今天就將這個備方公開 別記得要提前浸好 水剛剛蓋過面就可以了 小火煲到飯開始定型的時候 就加入排骨 用最小火焗十分鐘 之後再加入臘腸焗多五分鐘 再在鍋邊淋上油 開中火冷熱它 等它容易起飯焦 最後給點蔥花和煲仔飯豉油 那就可以了 真香噴噴 連飯焦都不要放過 過年的搶手菜 鹽焗鮑鮑魚雞包 半邊雞加入料酒、生抽、蠔油 還有半包鹽焗粉 抓拌均勻醃製入味 發薑紅蔥頭給它爆香 倒入醃好的雞肉給它炒熟炒香 再倒入十元八隻的鮑魚 繼續給它翻炒出香味 家裡有條件的給它淋上一圈發雕酒 讓它喝飽之後再焗十二分鐘 過年了不要準時做白斬雞了 試試這樣做超好吃 減肥實在太輕鬆 10秒解鎖一道 馋到流口水的炸雞腿 先把雞腿去皮 然後滑幾道口 加入薑片、料酒、生抽、蠔油、老抽、鹽 一點胡椒粉 按摩一下 醃製20分鐘 空氣炸鍋裡先鋪上洋蔥 再放入雞腿 炒到180度炸15分鐘 翻面再炸5分鐘 出鍋撒點辣椒麵和孜然粉 真的外焦裡 豆豉鱗魚炒油麦菜 簡單好吃又下飯 是廣東的一道名菜 洗乾淨了油麦菜 月花排豆豉鱗魚 把油麦菜切成三段 罐頭不要直接拉 把拉緩轉到前面來 往後掰就開了 急省力又不會傷到手 一罐鱗魚分量很多 是可以炒兩盤菜的 我家有幾個小孩都比較喜歡吃 所以我整罐都炒了 鱗魚的魚刺是酥的 小孩吃也不怕被卡 把它切成小塊 再把裡面的豆豉跟油一起倒入碗裡 起鍋熱油後 倒入蒜末炒香 倒入豆豉小火翻炒幾下 倒入鱗魚開中火 炒出鱗魚的香味 把油麦菜下鍋 這時開始大火爆炒 油麦菜不要炒太久 炒久了就會出水 也會變老變黑 快速炒出來比較翠麗 少許鹽 雞粉 蠔油提鮮 再開大火 翻炒均勻就可以出鍋了 簡簡單單一道廣東名菜就做好了 平時在家裡做飯 當又不知道炒什麽吃的就關注我 來我這裏找找靈感吧 九個九兩斤的海鮮 倒入鍋道 加入薑蔥 黃酒 一包鹽焗雞粉 蓋好過用大火煮的三分鐘 千萬不要加水 這個是鹽焗海鮮 肉汁鮮味的關鍵 就是這麼簡單 你們學會了嗎 在我們廣東每逢過年過節 無雞不成宴 尤其是這個電飯煲的搖雞 首先準備一隻失戀的三黃雞 加入生抽 老抽 花生油 好吃的關鍵就是這包搖雞粉 和它裏裏外外做個按摩 熱個兩個小時 每日都用心教做菜 過年前就給個點贊我 當是禮事行不行 電飯煲底部放入薑蔥 放入三黃雞和剩下的湯汁 電飯煲這樣一個煮飯鍵 這樣就可以了 非常好吃 趕緊試試吧 為何在酒樓煮的魷魚又漂亮又好吃 我今天就教會你們在家裏怎麼做 首先準備一隻剛剛失戀的魷魚 幫它去頭去腸 再從底部開一刀 將外面撕層衣撕掉它 然後用斜刀慢慢切 不要切斷 之後再轉一個方向 用同樣的方法這樣切 這樣煮出來的魷魚就會起花的了 用半碗水 一匙匙咖喱醬 半匙匙三粉的調汁 攪勻它 熱油將蒜蓉爆香 加入魷魚和大蝦 將它炒出香味 之後倒入調好的咖喱汁 炒勻它之後 再加入青紅椒洋蔥 大火翻炒 這樣就可以了 熱熱的咖喱海鮮就搞定了 學會了的朋友 記得點個讚先走了 多謝大家 廣東人做雞吃雞都是一手的 尤其是連夜飯裏做個鹽焗雞 你和你家人真是有面子的 一隻經常失戀的三網雞 倒有一包鹽焗粉 加入花生油 和它裡裡外外做個按摩 再在屁股裡 塞蔥進去 讓它不要放皮 電飯煲底部加入薑蔥 醃好的雞 和剩下的湯汁 這樣一個煮飯制 這樣就可以了 大吉大利 就是這樣來的了 這麼辛苦都看到這裏 幫我點個讚 當是利是行不行 廣東人就最喜歡吃海魚的了 除了清蒸之外 最好吃的方法 就是煲仔焗 切好的鱸魚 給點鹽和清水 清洗一下 你就會見到很多髒東西的了 渣乾水之後 加入薑蔥蒜 和這包士汁調味料 聽說是廣州大煮研製出來 味道不錯的 還可以用來蒸排骨 蒸魚都非常方便好吃 加入生粉攪勻它 最後封回油鎖住水粉 先將薑蔥蒜爆香 放入醃好的鱸魚 蓋好蓋 淋上一圈米酒 用小火焗它8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做出來的魚 又香又滑 非常好吃 簡潔試試吧 茶餐廳的美極螺豉蝦 味道香口得來非常鮮 好吃到選手指 Hello 我是Steph 現在的螺豉蝦很划吃 泥牌和它修剪 有膏的話頭就不要剪爛了 肚子要開心一點容易入味 印乾水分煎之前 灑一些生粉 調中大火 加多一點油 看到它整個身躲起來 即是熟了 另起鍋 小火放牛油 這裡有薑 乾蔥和蒜 嘩 用牛油來炒好香 等蝦吸收它的香味 這個醬汁看上去很簡單 但是做起身又很好吃 快點叫你秘書記錄下 拌勻它 一路倒一路炒 分兩倒三次放 讓它吸收了味 真是連殼殼都可以吃 味道好香 小朋友和大人都喜歡 那現在,請問一下 您注意 смотрите